我們看第一題 他要設一球員每次投籃的命中率是50% 這是二分之一 要使他在N次投籃裡面 至少中一球的機率要大於90% 那麼至少要投幾次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事件我叫A 就是N次裡面至少中一花的事件 那這事件 不用雙手弘定 弘定再來弘定 就跟原來的事件一樣 這就等於1減掉P 至少中一花的弘定是維持 就都沒有中了 那1減掉都沒有中 那他的命中率是1分之1 每一次命中率是1分之1 所以他不命中率也是2分之1 所以每一次N次都不命中 所以是2分之1的N次花 他現在要求 要求大於 大於每百分之都百 90就10分之9 要大於每10分之9 那10分之9是等於1減10分之1 所以我就得到 這是2分之1的N次花 小於10分之1 那兩邊取LOG 我就是負的NLOG2 小於1 小於負1 那兩邊除以負LOG2 所以N就大於多少 LOG2 大分之1 LOG2是0.301 那這樣多少 1除以0.301 等於3.32 約3.32 所以N至少要多少 至少要投幾次 投4次 所以大概就等於4 就等於4分之1